我们大家请合唱 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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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圣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生时益 天台四教以一记教贯刚中和所 各位毕丘 各位毕丘尼 各位沙弥沙弥尼 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好 久方长 好 我们上一堂课呢 跟他谈到的这个六度当中 这个申文法六度也好 或者是大乘的六度 我们是通泛的解释他的名词 那么谈到了这个禅定度 那么禅定自然叫做度 那么它就是不是自己的事 那么就跟一般我们专谈说 自己修禅定 那么这个在目的上是不太一样 因此呢这里的禅波罗蜜 那么就要有一个超越自修的目的而说的 无论是布施啊 慈戒啊 忍辱啊 精进啊 禅定乃至于智慧 他都有分自他 为自己的成就而用功的 还是为一切众生的成就而用功的 那么呢 我们一般凡夫啊 就是为自己好好活的 活得健康 活得正常 活得不要给人家有负担 这样就已经很难了 那何况说还要喂重 这个发心 还要念念喂重发心 哇 那真的是不容易啦 真的是不容易 那所以这样情况呢 我们就要更加的知道说 在六度当中一定要核心 你怎么样接触到六度 这样观念你就要知道 这个度不是度自己而已 那而且还反过来 是为了度众生 所以才要度自己 那这个其实都是 世间的宗教是没有的 世间宗教有两大类 一类就是创造主事的宗教 一类是什么呢 祭祀型的宗教 或者是道德类型的宗教 也勉勉强想算进去 那么创造主型的宗教 或者修炼祭祀型的宗教 像道教就属于后者 道教的神并不是他创造 然后他有多神 在这种多神当中呢 你对于他的祈祷 祭祀 那么能够得到什么 得到他的庇护 但他不是你的创造主 创造主到底是谁 对一般道 华人的道教信仰当中呢 他就说归于虚无 那么是这个 这个混沌初开当中天地自然的 那所谓的自然生成 所以有点像自然外道这样子 但一神性一神教的 的信仰的宗教那就不同了 宇宙万法包括我的生命 都是那个神唯一赐予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唯一真神的崇拜 敬仰 这个这个这个 福音 那么这写着人的那个 道德啦行为啦 就因此福音它有标准 那么一切道德就有了鲜艳性的标准 鲜艳性的 先于一切经验之前 不是那个颜色很鲜艳啊 弄错了 鲜艳 这在哲学上常常提到 鲜艳的观念 就是说没什么好谈论的 也不是你的经 先于你的存在经验之前的 上帝是没有所谓错的 创造主是没有所谓错 他也是永远对 不但永远对还是永远万能 因为他是创造主 宇宙虚空都他创造 那他都能创造这个了 当然他能创造道德 行为准则 因此这一类的一神教 他的道德认知 只要确认了之后 别人不确认是没有空间的 很恐怖 会这样子 所以欧洲就形成了一个 就推展了一个叫做 世俗化社会 世俗化的社会 就是你人间生活 你得跟你那个信仰的价值 道德相区隔 那皇帝或者是国王或者是总统或者叫总理 首相 所以你怎么称 他就是属于人本身的需要 那人本身的需要又被 又被标示出几个东西出来 比如自由啊 民主啊 或者是无有恐惧啊 这种 共同标准 那这个共同标准就变成世俗的标准 你也可以说是上帝暗示你的 或上帝告诉你的 但最终他挂在世俗这边 他就不会背后有一个上帝 实是有一个上帝 这样 所以上帝说要自由 所以上帝说要民主 有时候就没有那么强调 好啦 那这样你的宗教信仰 就全部在整个社会的操作之外 所以我不能够说 哪个立法委员没有宗教信仰 他给我下台 有没有 纯粹是人类的投票 让你上台让你下台 上次总统也一样 下次文武百官也一样 都跟你宗教信仰无关 那么呢 这个你的身迁就是一个世俗标准 那到底是哪一种叫世俗标准 你比如在华人社会里 儒家大概是最重要的世俗标准 那其他国度呢 有其他国度的世俗标准 可是你知道 这种世俗标准离不开人的想法 而这个想法又离不开你的文化 而文化常常又离不开你的宗教信仰 所以讲世俗化的同时呢 他其实没办法完全抹除 宗教在背后所影响的一个价值观 道德观 没办法完全抹 完全抹除是没办法的 那这就形成了什么 不同社会的 世俗化社会 它还是会有不同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说 明显的例子就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呢 它属于邦联 或者叫联邦制 联邦制 联合邦国 它每一邦有每一邦的法律 稍微不同 它其中有好几个邦 你私下去问一下 传言师傅 它就知道 它是拿回教的法律 进入到人间的法律来 它就不世俗化 它就一般来讲世俗化就是说 我们采取一个不要上帝 或者不要你的真神介入太多的 或者是画了一道沟 这道沟具体怎么画 其实各个社会是不一样 但终究是画一条沟 那会让最大部分的人 包括不信教的人呢 他都能怎样 他都能够比较能接受 但是当你把这个律法放进来 成为把道德的 或者是宗教的律法放进来的时候呢 就变成你不是宗教徒 你也得接受啦 那这个就有一点 有一点会造成困扰 因为终究这个地球上不是一个宗教而已 那比如说他 不知道是哪几周 我不知道 因素你应该知道 你要小心一点 去到那几个周偷东西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 就 就 不是打屁股 新加坡是打屁股 对 边形 对 边形 你不要小看那个打屁股呢 那个是脱掉 然后用一个罩子罩住 露出屁屁 出来 一下就疲破肉战了 你懂吗 一下 看过没有 一下就疲破肉战 因素你应该看过 你距离马来西亚蛮近的嘛 对不对 一下就疲破肉战 那个要被被判十下 你就差不多就 就 不晓得要躺几个月 那整个肉是开花啊 台湾 有人说 要偏行 有人主张这样 所以说人间像是千八万别 那马来西亚说 登 有没有说第一次抓到没有的 有没有 抓一次就这样吗 看什么罪 看什么罪 就偷得很严重 没有第二次就对 第一次就 登登 对啊 当然是 他说 他马来西亚就 要定这个法律的时候 世俗化 有人反对嘛 谁 华人最恐怖啊 华人就抗议啊 我你呢 我给你轻轻轻轻 哎呦 断掉了 我怎么那像 是不是这样 不行 然后他就安慰华人 都没有了 这只对什么 只对马来西亚人 那我说 这一国两制 哪一天 他马来西亚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口 而且他是一直生 他们强调四个太太 四个太太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啦 但他可以喔 所以到现在为止的 伊斯兰的人有一些信徒 他二十几个小孩 形成一排 军队的一排 三家人口可以成一连 这样子的小孩 这个人口数是OK的 其实大陆也是啊 大陆的回忆小徒也是 这样我最近 我最近在看到好多欧洲人 很吓坏了 像德国不是收留了很多 伊斯兰 然后呢 现在开始出现问题 小孩子 七岁小女生就被强暴 然后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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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德国白人就打 哇 去吃冠廟宫 是这样啊 那这个种族问题真的很严重 这个已经 这是宗教问题 那 还有那种录影带 看起来是真的 因为他讲那个话 是我们一般人 东方人听不懂的 那是中东的语言 他的意思也就是说 把整个欧洲 伊斯兰话是早晚的事 我们只有进没有出啊 无论男的女的嫁进来 还是娶进来 还是娶男生娶伊斯兰的太太 没二话 非伊斯兰都要变伊斯兰 至少马来西亚是这样 至少马来西亚是这样 所以因事物才忍住 没有交伊斯兰女朋友 没有 当年 又太危险了 终于忍住 那么真的是这样子啊 然后他们的 因生育补助的话 生育越多 补助越多 华人没有补助 你看这法律是这样定的 因为他人多啊 那华人又不和合啊 那怎么办 那没办法 然后法律上规定 规定喔 规定怎么样 规定 华人不能做马来西亚的总理 最高领袖不可以 我也是这次选举我才知道 我跟伊斯兰 伊斯兰很在意他的祖国的政治 然后我说干脆你们去推一个华人出来选啊 华人有经济能力不是吗 我说法律上规定不可以 州长除了好像槟城可以 其他有的都不行 那一国之主的联邦的总理还是总统 可以也是选不上 选不上 联邦你们叫做什么总统还是总理 首相 首相 有的叫首相 英字的叫首相 这样 那你想 那你永远不可能 那他是整个联邦的老大 联邦政府的老大 你也选不上 那永远就是人头输人家 拳头也输人家 那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这种情况呢 就是他没有世俗化 所以那些世俗化 看起来又世俗化了 马来西亚其实蛮和谐的 整个社会不谈政治的话 你蛮和谐人也很好啊 是这样 那可是呢在政治方面就介入很多 就开始一直介入了 那这个就是没有世俗化 那么修炼禅法 在这个概念当中是什么概念 他说他有世俗化的 他有宗教行为的 那我们呢 是宗教行为的吗 说不是也不对 有人说佛教不是宗教 其实佛教有宗教的特质 他是有教主有教义有教徒有教规啊 怎么会不是呢 但他不是一神教的宗教 他是强调觉悟型的宗教 你要知道宗教具有很强大的信仰意义 信仰就是这个鲜艳 修禅法也要有信仰 因为你还没得禅之前 你根本不知道那长什么样啊 你得要先相信他 这怎么会 这就是所谓一种宗教 宗教就是我非理性的 非经验的鲜艳的 非这种 非经验更非鲜艳的情况之下 我都愿意相信 我都愿意相信 这样 他是鲜艳但非经验 我没有那个经验啊 但我就觉得那是对的 我相信这上帝 所以上帝的这个Ruler 就是法则我不能愉悦 我会拥护他 拥护他就拥护我自己 拥护我自己就是拥护上帝 拥护上帝 上帝就要疼爱我 疼爱我 我就回到上帝的国 我觉得我温暖 我被照顾 我被关爱 我不孤独 我安全 我safe 我peaceful 我很平和 我无有恐惧 因为 創造主老大 也是我的老大 我好安稳 相当多的人是这样子的思维 你看看在地球上面 属于佛教徒 能够这样信的不多 像佛教徒这样子的不多 大部分是这一神教的多 如果把一神教算成一群的话 是占人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加进 这么多 因为回教徒也是一神教徒 基督教徒也是 他是鲜艳的 他有信仰 那你说佛教就没有信仰 这不对的佛教也是有 佛教相信佛的神通 这也是鲜艳的啊 我也没神通啊 我怎么相信 只是说我们的佛不万能 听了一神教徒很高兴 哈哈 你看你自己说的 你们家的佛不万能 是啊佛不万能 佛有三不能啊 不能度无冤之人 不能度尽一切众生 不能违背因果 那我们佛教徒来看待这事情合理 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对佛失去信仰 所以 那我们也知道佛有不可思议的神通 那至于说别的宗教他在讲万能 在佛教徒的立场来说就是说我们尊重 但我们知道那是有限的万能 不是无限的万能 因果他无法万能 你上帝会生气也是被什么 被他的子民惹毛了 对不对 他才生气啊 叫你不要偷吃苹果你还偷吃 我都放洪水淹你 对不对 那这不是因果吗 你因为A所以我B 是不是这样 对不对 这没有调侃的意思 我就说这也是因果啊 是不是 如果你不听上帝的话 所以我就惩罚你 这不也因果吗 所以因果只是说他范围大跟小而已 大跟小而已 所以 这些我们有时候也没看过 我们亲眼看到我们没有 但是呢我们还是先验 在经验之前我就相信他 所以不能够说佛教不是宗教 宗教里的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信仰 头归 这就是归1的概念 所以归1有理性归 理性的成分更加有感性信仰的成分 特别是大称 信为道元功德母 信是道之元功德之母 所以坊间很多乃至出家人自己的 我们佛教不是宗教 哪里是这样 你说是宗教 宗教有什么不对 再来你知道宗教 不然你如果佛教不是宗教 你是凭哪一点说他不是 因为佛教讲理性 别的宗教都是不讲理性的 因为宗教相信一个上帝 明明就没上帝 哎呦你说这话会被人家揍 是这样子啊 他有他的上帝 只是我们觉得他的上帝是有限的 不是真正的无限 他可以说他那个无限 在佛教怎么说就是有限度内的无限 就是你有限的经验之内的无限 或者是在他能力之内的无限 比如他是他画自在天 他画他想要有 他连动念头去画变化都不用 画乐天的人变给他 他可以到自在到这样 他是有欲望所以他会生气 所以圣经上也描述啊 这个我们的神生气了 是这样子会生气 出国以上就不生气了 那他会生气一定在出国下 所以他不会在射界天 他一定在御界天 然后他说要有天就有天 要有地就有地 要有人就有人 这不就他画自在吗 他画自在 就是我想到别人地我画 我连自己去想 怎么长人出来我都不用想 我只是说要有人 那画乐天的天神就跑出来说 是老大我帮你变人 就出来了 真的是这样啊 你看那创世纪就这样讲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合理啊 他这样 这人类这样想要相信 这是合理 因为他就跟他有缘嘛 有缘就来投胎做他的子民啊 然后福音他是创造主啊 福音创造主是感情的 这个你要知道 他不是理性分析的 你看过上帝怎么把你吹出来的 一口气吹在身上 然后这个人就有了人性 这个人性还是依上帝的样貌 创造出来的这个叫做人 问题是你在你娘胎里 你有的经验看到你是怎么被捏出来 没有啊 对不对 是没有的嘛 那这个你要先验 但他要相信啊 这样子的先验 所以修禅呢 在世俗的禅法当中 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信仰 无论是什么佛教不佛教 都一样啊 在你经验之前 那么这个 六菠萝蜜当中 每一个菠萝蜜 你都要有这种先验性的信仰 干嘛 行 这样忌妒 救济 度拔度的 这样子的事情 是我生命的 唯一的意义 我自己成佛都不是意义 都不是重点 是要利益一切众生 一再一再的利益一切众生 是我生命的唯一目的 结果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怎么能够利益到众生 你怎么能 你怎么能啊 就是因为有众生受苦你才能啊 所以你就开始开始 那为什么会有众生受苦 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有业的环境 那个业让他不平等 那你如果看到那个业 有人会借着那个业而更造恶业 就让那个弱势的人更加受苦 结果就这个社会就变成苦恼无量 好啦 当你懂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惊讶的发现一个事情 那就是原来制造苦的 整个事情有因有缘 那不是想制造就能制造 好 那么第一 这就叫做什么 这叫供业所成 别业所成 我个人生病 你每天都去吃那个宵夜 每天都吃那种来路不明的地沟油 你说你不癌症 天地不公 这不公平 是不是一定要得癌症 你吃成这样 师傅你怎么这样讲 有因果啊 有业啊 那我接受 好啦 那众生呢 为什么选出这种总统 为什么选出这种立法委员 为什么选出这个市长 好人就选好人啊 恶人选恶人啊 福报高的选有福报的啊 福报低就选没福报的啊 你福报低就看到福报低的人跟你感应啊 那这些是什么 这些你信还不信 这些你可以推理 好像是喔 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理性性的信 佛教到处都可以用 但问题是 很多情况是 这些 这些情况它到底是恶到什么程度 是能不会超出你的忍受度 有没有恶成这个样 还再来 他难道恶都是过去命定 然后没有增加一点吗 当然有 你本来已经恶 你本来就欠他 可是呢 他打你打你打到眼红的时候 就打超过了 打超过了 也会这样 这个 当年这个 在雾峰 那 雾峰也有万佛寺 那万佛寺的住持呢 上圣下印长老 他有个施工 这故事他很少讲 他在北投去讲 那时候我大二 我带我母亲去听 在哪里 在现在的 温泉博物馆 当年叫做 叫做这个日本的什么 什么馆 忘记了 现在就变成温泉博物馆 就在那个 北投那很有名 你去查一下就有了 那他在那演讲 我去 我带我母亲去听 他讲了这个故事 你看这几年了 超过32年 不不不不 32 33 34 超过34 35年 我现在是不是老了 久远的事情记得清楚 我昨天一条 一条洗好的裤子 没有折 怎么找就找不到 那最后在 这个桌子下面找到了 我在想 这东西怎么跑到那里去 百思不得其解 进入初老状态 他一定很恐惧 那好 那35年前 他讲了这个故事 他说 他施工 有功夫 那么那个时代 还有人在看牛 那么有一个女生 那时候人家叫做找嫁 那女生是嫁人的 但是老公对他呢 台湾话讲 叫三餐打 叫三餐打 早餐吃完了打一顿 中餐吃完再打一顿 晚餐再打一顿 你以前的女人 油麻菜子命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没什么好分别 但他还是终究会烦恼 痛苦啊 就问世公 那我怎么会这样 世公说 好 你回去明天告诉你 晚上要坐禅 坐禅了就观察 他就跟他讲 你来我跟你讲 过去世 反正无法印证 但他真的讲他世公这么说 他说过去世 你是在这个四里三下 一个牧牛童子 你先生就是那只牛 所以嫁老公的注意啦 牛脾气的老公 大概就这样来的 你先生就是那只牛 那么呢 为什么他会变成你老公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 你帮那些牛洗澡 带他去吃草 那也照顾得很好 所以他感恩你 那只牛就这样想 下辈子要当你老公 那他想 他当我老公为什么要打我 那就是第二个原因 你那座牧牛 牧童 你坐在牛背上 唱个三歌高兴 就拿个牛鞭子打他 不高兴也打他 高兴也打他 这只牛呢就很伤心 也很愤怒 然后就 叉叉 骂了一句话 然后就说 为什么你没事要打我 将来我做老公 我要把你打回来 我要把你打回来 你看 叫山在哪 然后死过尔境前 有怨必成 登登登登 遇到了 就嫁给他了 嫁给他 他老公呢 也是信佛 来跟师父讲 师父在问他 你为什么要跟他 教三餐打 为什么你要到他 对三餐打 你知道老公真的回他好妙 也没办法 你看到他 想不想不想 还真的是 有发愿有笑 真的是这样 就看到 就看那个 意思是看我老婆 那个醋一样 就想揍他 那对夫妻 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讲 老公你回去了 老婆留着 他说我跟你讲 然后怎样 你欠他了 早点还完 你就不欠 老师父啊 怎么玩呢 他一天照三餐打 还不用还吗 他说这样还太慢 你还一辈子没打完 然后怎么办 你喔 回去喔 把那个 小孩子打小孩 妈妈打小孩 收拾的 就是那个竹哨把 那个竹子 这小戏竹啊 绑成一把 你懂吗 他打一次就算好多个 好多次 这样就很快还完 要早一点本利和还清 不要慢慢还 本金还没还完 利息涨很多 他这样可以本利 本金加利息一口气还 他说喔 这样子 他就 他在家里没事 就绑了一把一把 到处丢 丢了好几把 他老公一回来 用手打会痛啊 他看到有这个扫 有这个一招扫把 拿来就打 你懂吗 也是一样照三餐打 所以奇怪 打着打着打着 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 越打就越没气 越没力 然后慢慢的呢 这个女的呢 就越被打就越有气 越强壮 这又倒过来 你知道吗 换他打先生 然后换他先生跑来 说师父啊 现在怎么我老婆在打我 然后他师父就跟他讲 没办法啊 因为我教他这个办法 你每次拿来就这样打 一打就是一百下啊 结果你讨过头了 现在换你还他了 你知道吗 是这样 这是我 这是 真的是圣印长老讲的故事啊 35年前我记到现在 说那他师公 那一年 当然那个时候 应该没有万佛寺 万佛寺是圣印长老见的 应该在哪里 风源啊 他们是风源人 他讲这个故事 那当然这下有神通才知道啦 不然我们不知道三世因果是怎样 不过呢 这就是你说佛教这些事情 你讲给你听 你除了相信以外 你还能怎样 所以佛教是一种信仰啊 信仰不意味的就是迷糊蛋啊 这叫自信 有一种说法叫自信 就是他带着理智 他也带着知之为之 不知为不知的这个 这个虔诚 跟一时的这个这个 多文缺疑 我听到这个故事 我没看到 我也不能说他假 但我保留怎么样 我保留开放的空间 我不一下就说他骗人 他假的 不会这样子 修禅法 其实就是要超越这些 有了禅法之后 你就能穿越时空 你在度众生的能力就大 你的鲜艳需要就越来越低 你的陷见 你看佛在世的时候 弟子们到底过去无量节怎样 世尊都随手拈来就说出来 这本身 本事 因缘就是因缘故事 讲因缘的 讲溯源 他就 他就能这样 所以对他来讲没有秘密 你天下事情没秘密 这是修禅定 为度众生用 所以这个跟你的解脱不济然有关 不谈度众生 不谈禅定 波罗蜜 如果我们不谈禅波罗蜜 我们只谈禅 那就是我上一堂课讲 大乘禅小乘禅 他的修法不同 用心不同 但当谈到禅波罗蜜 那他的 还是一样分大乘禅小乘禅都有分 但是真的要讲禅波罗蜜 小乘禅也会变大乘禅 因为你即便是修小乘的那些技术 你也是要为利益众生而修的 这就是所谓的藏教人 藏教人他乃至于 没有改变他藏教的信仰 藏通别源那个藏 三藏比丘的意思 这种三藏教法的信仰 哪怕你没改变 你修禅的时候 你也是为众生 这才能够叫做波罗蜜 又就是什么 藏教人不分三类吗 神文元觉菩萨 你就修菩萨 你用的方法是藏教菩萨 从头到尾就属习一样 属习当然也可以修成大乘 属习观 观元起信空 用西空观观察 这你自修的部分是这样 可是当你要利益众生 那么你发起的禅定呢 就要能够看别人的因果 你主要是天眼通 主要是天眼通 还有神足通看未来 主要是这两样 为什么神足通看未来 因为他能在宇宙空间中飞腾 他能够飞到未来的世界看 所以他知道你未来会怎样 会怎样这样 所以这是神足 他心独心 宿命之过去 神足之未来 这个在目前科学正在研究 所以时空旅行就是这样 旅行嘛 对不对 旅行嘛 先知道未来 我到未来那里去 那是要行动的 对他们有禅定来讲 就是神足 发神足通 在扭曲的空间当中前进 所以他能刹那之间 到过去到现在到未来 因为空间是扭曲的 这样 这只是人类的想像而已 但真的发生了 真的发生了 好 那么所以说为什么要修 那么这样子来讲 下面那些文啊 就是一些修禅定方法 一套一套 我们就不打算多说 因为那个我们会专章来讲他 因为他比较深奥 太广了 那变成讲一本书两本书 你六庙门就一本书了 那这样就太远了 好 那么就我们待一下子 我们昨天上到 上一堂课上到了四根本禅 我们带过了 数量新式设定 这是凡夫所行 凡夫所行才 凡夫所行才也是阿罗汉会行的 有两个理由 第一 当他还没有成阿罗汉的时候 他是凡夫嘛 那不就是凡夫所行吗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他通凡夫 他通于凡夫 是这个意思 叫做凡夫所行 不是说这都是凡夫修 佛教徒不修不是这个意思 他通于凡夫 也就是一般凡夫没学佛法 他还懂得修这几样 了解吗 OK 这叫做凡夫所行禅 那么出世间禅呢 负有二种 他先说禅呢 禅定禅有二 世间禅跟出世间禅 二者出世间禅 这样 那么他说世间禅 无非就这三大类 世根本禅 世无量心 世无设定 三个世十二种 那么这是凡夫所行禅 那么再来 出世间禅又有二种 哪二种啊 这个 出世间禅 就名字再讲一遍了 出世间禅分两种 一个就当分的出世间 也仅是出世间 第二种叫做什么呢 出世间上上禅 哇 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们简易定性 定性的说一下 内容定量的要仔细讲 哇那太多了 禅本来就很 很多元生啊 好 那么这个部分呢 他说又分两种 那哪两种啊 出世间禅 跟出世间上禅 那么首先他解释 什么叫出世间禅 什么叫出世间禅 十四变化愿至鼎禅 无尊三昧 三昧 三昧 狮子奋讯三昧 超越三昧 三明六通 如是等禅 皆是出世间禅 一名二称共产 二称共产就容易懂 出世间 请问谁在出世间 从凡夫之后谁在出世间 从凡夫之后谁在出世间 最近的那一位一阶 就 就罗汉 出国罗汉 虚头汉 斯头汉 阿那汉 阿罗汉 这四种 对吧 那么这四种呢 出世间 他最靠近人间的是 是这个样子 出世间禅 那么所以说 一名为二称共产 好啦 又为什么叫二称共产 因为他顶多让出世间 他出世间就了不起了啦 是这样 出世间所以说二称共 为什么讲他是共呢 因为 这个 出世间 上善禅 也会经历这些 出世间禅 路是共走的 走到某个地方才分开 在这之前的那条路 既可以说往东 也可以说往西 因为还没有到分叉点 在这一段没有分叉之前 大称小称 就出世间上善禅 就是菩萨修的 那么 一般的 出世间禅 那就 身闻圆绝修 在还没分路之前 没有 修的内容一样 所以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共二称禅 这叫共二称禅 是这个意思 好 那 世间 到了吗 还没有 好 那有点害怕 好 来 那再来 所以名字是这样 那内容很多 我们以前有稍微提过 这要专章讲 那么五正三妹禅 三三妹禅 因为这是注解当中的内容 不牵涉你的发心 我们带过 那么 狮子奋训禅禅 少月三妹禅禅 三明六通 三明六通 明 就是明白因果关系 通只知道现象这样 所以通 明可以包含通 宿命明 他心明跟神主明 这样子 天眼明说错了 天眼明 那么这个呢 他说他通二称 那我请问 通不通 世俗 不同 不同 因为他再怎么样有解脱内涵 这些内容 比如说特圣 特圣我们以前应该也有带过 比如特圣 其实特圣 就是主要就是在谈属习法 它当中让你消除妄想 增长定力 增强绝照 绝照力就是所谓的定位等词这样 那么他呢 这几个方法特别而殊胜 你容易用 你容易得 这十六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这十六特圣 十六特圣 那么好 所以那个这个呢 非 非什么呢 一般来讲 他用的方法 你要知道 这些用的方法是跟二称相应 所以他一定跟自我解脱 的观察很有关 那他的善巧呢 也是只有为了解脱才需要这样 不然 不需要 你就修世间通禅就好了 所以这为什么要特圣 类似这个意思 那么以下好多 你比如说这个六庙 这个苏世间禅 比如说那六庙门是什么 这个 属 谁 子 观 环境 这六种 各一个字而已 属 谁 那十六特圣 接在他后面呢 就在讲什么 讲你的属习当中 一些障碍的排除 跟观察方法的提升 就是十六特圣 所以他是以这个六庙门 他是以这个什么呢 六庙门作为一个发动 最基础 所以你看这随便就是一本书了 六庙门本身 治耳大师也是把说 说的一本薄薄的书 六庙门 好 那么这样子呢 属水止观环境这个 你说不对啊 这个属水止观环境 这不是属习 属习通外道呗 那怎么会是你这个特别呢 诶 别忘了 属是同一个动作 用心不同 善巧不同 目的不同 这属叉高就 一帐叉九尺 一帐不过十尺而已 叉到九尺 那不就等于没有了吗 好你比如说 属 不是属习 这点通外道没有错 问题是属随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外道随 他会把这个随日随那个气息 要不就是他随这个气息跟着跑 要不就是在过程当中产生 这个特别的境界 他执着 要不就是他修的禅定很好 拿这个禅定去又去轮回 去做仙人这样 那么问题是我的属随环境不同啊 我的属随环境 属固然也是专心属 但是它是为了下一步 下一步而存在 那么 随是随习 随习的时候要思维啊 这个习不可得 入无有入处 出无有出去的出处 这都不可执着的 那这个生物人就渐渐不懂 不不不 这外道怎么会懂 没有他面对教理嘛 所以你不要小看 属随止观环境 步步转进 还真的很特别 那么随是这样 止 随原止 历尽随原止都可以 生活中历尽随原止 心不动摇 当然你不容易做到 你去开会 你也跟得去 结果你说 我要在十入口当中好修行 你开你的会 我都阿弥陀 阿弥陀 阿弥陀 然后大家通不通过 通过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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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了 你怎么会变这样呢 因为你没有投入嘛 诸位啊 属随 那个随 是凡夫 会认为那是真实的随 我们佛教 它这个随的概念不同 是知道它是幻化不 不可得 这才能随 那么 止观环境 那个止是 生活当中 投入当中 我就在投入当中 知道它缘起性空 属随 随 随原止 历尽随原止 还有这个 这个 注于实相的这个止 这三种止呢 顺序上 方法上 虽稍有不同 可是最终的结论 大乘的结论是一致 生文的结论都不太一样 生文的结论就是在 境界当中 历尽随原 知道每个境都是缘起 所以我不会对这个境 在那个境想来想去 不会 历尽随原止 那这个外道说 所以我随便这样一点 你就知道了 外道 没办法修 六庙门 等 那十六特圣 就是来支持 六庙门的修行 可以这样讲 或者说支持 这个 禅修 而存在 所以它 十六特圣 当然也是佛门里 才有 所以你看 大家都在静坐 千差万别 你用心不一样 外道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禅堂要纯净 男众是男众 女众是女众 非比丘不让进 早年 我们当然学习学习的话 只要常注重 难重 进去掺 进去做都OK 我们过去有这样做 这都是OK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属水子官环境 其实 很多残盒子也用 当它掺到累的时候 它必须歇下来 这是一种随的概念 我歇息 我不要逼得太紧 那么属的观念是什么呢 寥寥分明 这是属 随的观念是什么呢 随这个 比如假设是话头 或者随我的用功 我观察身心 我要随 这通通是 通通是力竞队员 子属水子 子就是我 我专注在我现在的呼吸上 这种子 灌 观察什么 如果身闻人就观察它缘起 大称人呢 观察它当下佛性 好了 你看不一样 大伙子都坐在残堂里 这位老兄修小秤 这位老兄修大秤 看起来没有干戈 因为佛门里头缺一张口 佛门 佛门 有一次有一个随人来 我们有调了一口 爆钟 前天才有人问我 师傅啊 我要盖一个金色 又跑出去街金色 可是我还要调 木骨城中 我说你金色有需要这样 他说有点大 要希望未来会发展成稻草 我说 好啊好啊 那么你 那么你就去做吧 然后他就 他就问我说 那家伙残堂里头他也参加过残堂 残堂里头那个钟 可以拿来 就当做晚上的时候 拉钟的钟 我说帮帮帮帮好不好 残堂的钟就这么小一粒 你怎么弄啊 他就是跟我说 没有啦 我那个金色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也要分开啦 为什么 因为残堂那个钟 他 他写那个残堂两个字 那个堂是这样写的 本来堂是这样的 结果他是这样 你一般人看不懂这个字 然后我就 然后有一个小孩子 就问我说师傅那什么字啊 我怎么没读过 这样 他是高中生 高中毕业读大学 那我说没有啊 那个是堂啊 然后他说 他写错了 你怎么没有发现 我说我发现什么 那个堂写错了 我说你仔细看 他错在哪里 少一个口啊 我说对啊 残堂你没嘴巴 所以不加口 这个字是堂 这是堂 是这样 是这么个意思的 所以你说你 没嘴巴 那又不能说 还是可以说啦 唯诺可以说规矩 首座开堂 首座西堂开堂 这个这个堂主 这几个四大班首呢 这种班之首嘛 他可以讲开始 除此以外 没有什么讨论余地 没什么 你今天坐船做得怎么样 这怎么关 这书上怎么写 我怎么关 怎么关不出来 你关得怎么样 吗 有人坐在坂堂里 就是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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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这样 他不会出声啊 我只是念给你听啊 是这样 有人在那里呢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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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继续做就不错了 让他安住一下 我就隔了电话跟他讲 我说你叫他讲不要出生意干扰人 这样就好了 你看在禅堂里 每一个人的观念是不同 糟糕了 他就不一致 不一致就不能产生那种 共同参禅的那种 共同的喜悦跟脈动 那有人做一个实验 不过这个实验我们等一下再重复做一次 就是有种钟摆 有点像那个摆那个什么 摆那个节拍器 他是拿节拍器把它倒放 他把节拍器倒放 然后就随便乱弄速率 这个快一点啊 那个慢一点啊 他的基本设定都一样 只是说我这个先让他摆动 那个后让他摆动 乱弄乱弄 他是有周期的 你知道吗 很奇怪哦 几小时过后 所有的钟摆都一致 所有钟摆都一致 那这个有个物理学的真实理论 是这样 好 禅堂不也这样吗 有没有注意到 对啊 讲话了之后两个人 如果把班首算进去啦 那个就两个人 班首算进到四大班首进来 算一个人代表 另外呢 维挪讲规矩 以外没别的人 那你大家 你在禅堂里这个 各吹各的号 各吹各的调 一人一把号 各吹各的调 那你就钟摆什么一致啊 懂吗 这为什么共修好 你这样才能一致 修禅的时候 在这里 你是通于佛法 大小秤 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你就专注 他也用这样修 我也用这样修 大家冥冥中 那个心中的摆荡 会慢慢缓下来 所以他看似无声 其实彼此有影响力 真的是这样 念佛部也这样 有人念念念 打瞌睡 阿命啊 就睡成这样 你咬他 他也不会生气 他还装作无事 你去咬他这样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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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 到了第五天第六天 这个人精神就比较一致 你熏他嘛 所以属水只冠 那个属水 那个水是一种熏的功能 水 水本来的意思是水你那个喜 水那个喜 那残堂里大家都随习 还是怎么样那不一定 在残堂里大家都这样 参同一个目标 他就会互相相随 在残堂里 子我刚讲的什么 力净对原子 随原子 体真子等 这样子三子三冠 这是最早期他的说法 其实子也不止这些 早期说法是这样 那么冠 起冠 这就重点所在了 僧文教法以内含大圣教法 这一类教法你去思维观察 这一类教 那么这个观察就分大小圣 有差 所以只观就来 那么发菩提心 你观察完全不同 我们不讲吗 我们在讲六度的时候 其实我们用菩提心的核心观念在讲 也不同 这一类都是什么 六庙门 然后六庙门本身需要一些十六特圣 来给予怎么样 来给予协助 来给予协助 那同名 九祥 九祥就 怎么变成这样 跑到 好 那么 九祥 八念 这之前都有讲到 有把名称提出来了 我们就不再重提 你看注解 就看前面那个我有标注的这个注解部分 注解 五七一 五六一 还有五五九 这些内容 那么也可以听当时所说 当时还没有全部讲完 就待一下子而已 好 那最后是怎么样 这就是所谓出世间禅而已 所以我说 它当分属于声门教 大圣人用不用 用 但是特别表现在下一个 你看 出世间禅 开宗民意 为自信等九种大禅 守楞严等百八三昧 诸佛不动等百二三昧 皆世间上上禅 一名不共禅 不与凡夫二称共 出来了 所以它真的分成三大类 分成三大类 一类就凡夫共 四禅八定 外加个事无量心 你一定有点奇怪 事无量心不是佛教在讲的吗 怎么它不是通世俗的呢 是因为 这个众生 它没有缘起见 可是事无量心是就事项来谈 外道 不牵涉到外道的根本见 的问题 所以它会用这个事无量心 我讲难听一点 如果说它要讲 这个吃饭 或者是 这个这个这个 持牛戒 这个很好 当它在修 它也会修事无量心 慈悲喜舍 慈 干什么呢 我今天修这个的话 我这个 这个 心中 没有撑脑 没有暴力 没有自私 这是它自己啊 对不对 对它来讲的话 这个跟佛法里头的词是 与众生 与乐 这个观念没有那么直接 悲 为什么这种 外道也有这种悲 在外道或许不讲悲 但是呢 外道有这种什么 有这种恻隐之心啊 所以它也可以是外道修 就是一般世俗凡夫人修的 慈悲 喜舍 它那个喜是怎样呢 因为你在出禅之后 你的喜悦就开始出现 所以你是观察这个喜念心 喜瘦 的 处处 对凡夫最爱这个了啊 对不对 借酒消愁 这不谈 我们的喝酒娱乐 乐乐 高兴 我也可以去那里喝 我可以去那里喝 到处都可以去 就有乐子了 大家约我我就去 你不想它这有什么意义呢 喝了之后忙忙 回来又生病 伤肝啊 对他来讲 这生命不就是这样吗 在禅修的时候 他也如此 身闻人 他对于喜 他会知道 这喜不可执着 他才能往上一个禅法 世俗人不知道啊 所以他会对这个喜无量 他会对喜产生无量感 他也喜欢这样 就是很快就执着了 只被喜舍 舍也是 他会怎么舍 他连修道的菩提心 彻隐之心 甚至都会舍光光 舍道如目时无心 他会这样 目时无心 你就不能修行了 这不是很惨 也不行 但凡夫他喜欢这样 所以他很容易修道什么 不是很容易 也就是太多的凡夫 特别是印度 他一直修禅地 一直修禅地 一直舍一直舍 走到后来 非非想驻天 非想非非想 因为他是想心嘛 你那么粗 又不是以某一个经验做所缘 所以他非想 你说他不是想嘛 就非 非想 他说非想就不是 说他不是那个不是 把不是当一个紫色的对象 所以你会听到非非想 你又不能够说 他不是想 因为色受想行事 行是要有动机 事是有寒肠 不会自己起作用 他是被观察 升温教法是这样 那只有什么 那色受呢 受要有刺激 才有受啊 所以只有想 他坐在那里就能想 对不对 所以他就一直舍那个想 舍到非想非非想 那种地方去 他就去一个舍 这样懂了吧 所以为什么看起来慈悲喜舍 这不是佛教的 怎么一般凡夫修呢 他有这种概念 他相貌是这样 所以这也就呼应了 我之前讲那个 所谓精进 你要去说为事的定义 那真的精进就存善 可是呢 就一般泛泛的说精进 那就一般泛泛 所以才会 三七道品当中有四正情 要加个正字 原因就在这里 有正有邪 把它中立化 凡夫在修这个 这个所谓的思念 这个想 想的舍的时候 他会一路就舍到底 这个不是佛教真正的目的 你舍到底你没心念可以作用 你就没心力可以观察 佛法的真理了 那不可以 烦恼像要舍 颠倒镜要舍 纷纷不平的心 什么都要舍 但唯有这个能作用的 能起正念 能受苦的心 你不能舍 受苦才知道要修行 对不对 你连这个都舍 显然就是一个外道 你知道 有一次我小学同学往生 我们有一个 那我女同学打电话给我 那时候我大一的样子 大家有走 有大家一起出去 这个一起去玩 那过程当中有一位这样往生 那我 我不是大一 我大二 尹学佛 然后他就告诉我这个 在他来讲是二号 那我这个人 因为我当班长 应该蛮热情的 应该有晴天霹雳之感 结果我在电话边 我听完我说 哦 我会为他念佛 我大二 你已经开始学佛了 然后他就在电话边跟我讲说 蛤 你怎么某人 你同学 意思是同学死了 你怎么反应那么冷静 我就说 嗯啊 众生就有生必有死 在他来看 那是不亲民的 声闻不谈 外道法 他那种舍 舍完了之后你知道 他回不来的 为什么 身上的重量你背习惯了 你会觉得很OK 哪一天给你放松了 你会知道原来这么舒服啊 懂吗 原来这么舒服 我怎么可能再背回去 不可能 又臭又脏 不可能 军人的行军背带又臭又脏 因为边走边流汗 从来没洗过 等到放下了之后我就不想再背了 所以他那种舍很世俗的 词是很自我的 很眷属的 是可能是增长执着的 所以我要告诉诸位 那肆无量心也是中性 从这角度讲也是中性 你要偏向外道去你就外道 但是在佛门里 似无量心几乎是纯善 很少算是中性 我有在这里出现这个中性的概念 你看他凡夫修似无量心 凡夫跟二称都无关 好 那么这样懂了 这个我们就先给大家这个观念 这个都是扣紧大秤在思维 好 先说到这里 向下文成 复以来日回向 众生无边岁言都 众生无边岁言都 烦恼无尽岁言断 烦门无量岁学 佛道无上岁言成 自归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自归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障 诸位如海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于子公德 庄严佛净度 庄严佛净度 上报四众恩 下祭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拉摩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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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学习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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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